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甲肥 再其次就是零肥 但是咱们有一些草莓种植户走入了一个误区 认为草莓我只要把这三种大量元素能够给它补充到位 草莓就一定会高产吗 这个很明显是不对的 草莓除了这三大元素之外 其实草莓另外对这个微量元素吸收上 也是有所讲究的 草莓对这个微量元素利用率上来讲 利用最多的一个是蓬肥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硅肥 本期的傅老师就来讲解这一块微肥的使用 就是说这个草莓在定值上 这个十天左右 我们就开始要第一遍通过烟面去给它补这个微肥了 第一遍是什么肥呢 主要是磷酸二氢甲再配合这个硫酸心为主 这一遍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让这个苗齐苗状 因为磷酸二氢甲本身呢就具有是进隔发粗的一个作用 增加一个进隔的韧性 同时呢也会起到一个敦苗的一个作用 第二遍就是说在这个开花之前 也就是花芽分化的时候啊 这一遍主要我们就可以去给它补充这个蓬肥 也就是敖河泰的蓬啊 或者是蓬沙都可以 这一遍啊 我们同时呢也可以去配合使用这个什么呀 呃 蓬大的时候也需要转色啊 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氧化硅 所以说这个硅肥啊 它的作用是很大的 希望咱们农民朋友呢 呃 不要小看这一块儿啊 原来没有用过这个硅肥的 我建议咱们农民朋友今年的种草莓的都可以去 在这个草莓蓬大的时候 建议去使用这个硅肥啊 因为硅肥啊 呃 举个例子 比如像这个蜂香这类的品种 或者是红岩这类的品种 它本身呢就不耐这个运输 对吧 皮儿比较薄啊 所以说呢 我们给它补充这个硅肥以后 可以促使这个细胞臂啊 变厚 可以延长这个运输时间啊 或者是延长上架 这个延长货架的时间 啊 这个是硅肥 另外呢 就是颜色上啊 这个特别的漂亮 嗯 好了 本期呢 傅老师是讲解了这个 草莓啊 除了所需要的弹铃甲这种大量元素之外 那么还需要的这个中微量元素 最比较重要的 一个 蓬肥 另外一个 呃 就是硅肥 好了 希望傅老师的讲解 对咱们农民朋友 有所帮助 用来 咱们农民朋友 把词 好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